好 各位同学 那么在本节课里面 我们重点给大家复习一下 我们在上节课里面讲过的 这几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词根 来分别是em 包括由它演变出来的 sem, sum, sumpt 这个subt 我们说它们都等于take 或者是by这个意思表示 吃啊,拿,取得什么东西都行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由它们构成的一些重要的单词 来先看第一个左这个右边的这些重要的词 来 好 第一单词叫做assume 什么叫assume assume 我们说es词是表示加强语气 assume此时本身就表示什么呢 take take可以表示什么 表示这个认为假设 所以assume就有假设认为的意思 所以它第一个意思表示假设 假定 assume还有什么意思呢 还有承担 take又是承担的意思 对不对 所以比如assume responsibility 承担责任 take responsibility 承担责任 都是一样的 所以假定 假设认为 承担 那么都是这个单词的核心含义 好 下面加了一滴词词 变成它的一个雄词叫做assumed 那就是假设假定的 下面这个词叫做assumption assumption用作名词 那就是假设假订的名词形式 叫assumption或者是表示承担 都可以 来 下面的这个词叫做consume 什么consume consume我们说用作动词表示消费消耗 为什么呢 assum等于take 可以表示吃的意思 大家都来吃 把它吃光了 就消费完了 消耗完了 叫consume 还可以表示充满了某种强烈的感情 也可以叫consume 来 它的一些派生词 第一个叫做consumption consumption用作名词叫做消费消耗 consumer那就是消费者的名词 一二词是个名词后缀 表示人所以叫消费者 来 下面的词叫做consumerism 什么consumerism consumerism就表示什么呢 消费主义 消费主义 或者是消费者的 就保护消费者的 对 保护 或者是消费者至上的这种 都可以叫做consumerism 好 来 下面的词叫做example example用作名词 词表示例子 为什么叫例子呢 am词是表示拿 拿出来给别人看的东西 就叫做例子 是example例子的名词 好 下面 它的一些派生词 第一个叫做examplary examplary 什么examplary examplary词是ery 它是一个形容词后缀 表示和这个东西相关的 前面的这个部分就是等于example 所以表示可以作为例子的 可以作为范例的 可以作为榜样的 都可以叫做examplary examplary 好 下面 下面的词叫做examplify 什么叫examplify 使之成为什么什么的例子 或者是什么呢 举例说明什么什么东西 使它成为什么什么东西的例子 举例说明都可以叫做examplify 来下面 下面的这个词叫做exampt 什么叫exampt exampt表示或免或是免除的这个意思 那么前面的ex本身就表示向外 这个empt此时等于take 它是拿 所以把什么拿到外面去了 拿除就叫做豁免 把你的这种责任 义务拿出去了 拿到外面去了 这种感觉就叫做拿除豁免 都可以叫做exampt exampt 来 那么它的一些派生词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叫做taxexampt taxexampt tax本身就叫做什么呢 叫做税 税收 所以此时就叫做免税的 叫做taxexampt taxexampt tax 你看叫做taxexampt taxexampt 那就是免税的 那么exemption 就是它的一个名词形式 表示免税就可以了 好 那么再紧接着往下 下面的这个单词叫做prompt 什么叫prompt 用作熊词 它可以表示迅速的快速的敏捷的 用作动词表示促进加快加速 都可以叫prompt pro向前 mpt 词词等于take 拿 把一个东西向前拿着走 对不对 往前推着走 叫做推进促进加快 都可以叫做prompt 熊词就是快速的迅速的敏捷的 好 那么promptly 它的副词形式 就是迅速快速敏捷立刻 都可以叫promptly 好 下面的这个词叫做impromptu impromptu 什么叫做impromptu impromptu表示即兴的 事先没有任何准备的 为什么呢 前面的im 此时 等于im表示进入 pro向前 mpt拿 把它直接拿到前面去让它进入状态 对不对 进入到一个表演的状态里面 直接把它拿到前面去让它进入一个表演的状态里面 就没有任何事先准备的 叫做即兴的 事先无准备的 用作名词当然叫做即兴的演出 或者是即兴的演奏 都可以叫做impromptu 下面的这个单词叫做preemptive preemptive 什么叫preemptive 叫做先发制人的 有优先购买权的 pre表示前 empt 我们说这个amp 此时就等于buy 就是购买 所以能够先与别人去购买的 叫做有优先购买权的 或者是表示抢先的 先发制人的 都可以叫做preemptive preemptive 来下面 下面的这个词叫做premium 什么叫premium 提前买的东西 pre表示前提前 后面的um等于em等于buy 表示买 需要提前去买的东西 保险 而且是能够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个潜在收益的东西 所以叫保险 保险其实也就是额外需要花费的钱和费用 都可以叫做premium 当然 它本身啊 也可以做雄词 表示优质的 或者是高端的东西 优质的 高端的 也可以叫做premium premium 好 再紧接着往下 我们看左边的这些词 来先看第一个 这个单词叫做什么呢 来看一眼 叫做presume presume pre表示前 sume等于take 所以take词是表示什么呢 表示假设 假定认为 所以提前假设 提前假定 是它的第一个意思 提前假设 提前假定 那么它还有第二个意思 什么意思呢 此时take等于take action 叫做行动 提前就采取行动了 对 提前采取行动 就是没有获得授权 就采取行动 叫做擅自行动 所以presume 我们说叫做提前假设 或者是擅自行动的动词 都可以 来 那么下面 这个单词是它的雄词 叫做presumed presumed 或者那就是假定假设的 假定假设的 presumption 它的名词形式 假定假设 或者是擅自行动 妄自尊当 都可以叫做presumption presumption 好 presumably 这个词叫做很有可能的 很有可能的 或者这个假设是很有可能的 都可以叫做presumably 好 下面 我们下面的词叫做ransom 什么叫ransom 表示赎回 赎假 把什么东西赎回来 赎出来 或者是勒索的赎金 都可以叫做ransom 为什么呢 前面的这个ran ran就等于re 那是返回回来 好 后面的om词词就等于am em词词等于buy 所以买回来 你需要花出的东西 叫做赎金 对不对 赎金 那么动词就是赎出赎回 都可以叫做ransom 叫做ransom 好 下面 下面的这个词叫做 用作动词 它是读作叫做resume resume 用作名词叫做resume 为什么呢 resume 此时sume as you am 等于take 表示拿 拿到 对不对 are一次是吧 又一次再一次 所以又一次再一次得到 又一次再一次获得 叫做重新获得 重新得到 重新开始 恢复地位 都可以叫做resume 好 这是它用作动词的时候 重新开始 或者是重新恢复什么什么的地位 都可以叫做resume 好 当然 它也可以用作名词叫做resume 什么叫resume呢 就是此时的这个zoom 也表示take的意思 take 而且此时的sum本身 它就是一个单词叫sum 什么sum sum up 总结 总和 所以它指的是 把你人生之前做过的那些事情 总的所有的精力 全部都拿出来 放在一张纸上 那么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们称之为叫做什么呢 叫做简历 或者是履历 或者是个人的摘要 都可以叫做resume 好 接下来 所以名词叫做resume 叫做简历 这还要 动词叫做resume 重新获得 重新得到 重新开始 什么东西 继续去做 恢复什么东西 都可以叫做resume 好 下面 来 下面的这个单词叫做什么呢 当然了 刚才这个是它的一个动词形式 它的一些派生词 尤其是名词叫做resumption resumption resumption 当然就是什么 叫做恢复什么 恢复 重新获得 重新开始的名词形式 就叫做resumption 就可以了 好 下面 下面的这个词叫做redeem 什么叫redeem 你看 挽回生育 改善形象 弥补还债 救赎兑现 这些意思啊 它的本质是什么呢 依然表示把什么东西拿回来 rede 此事等于re 表示返回回来 em等于take 所以把你的生育拿回来 叫挽回生育 把你的形象拿回来 叫做改善形象 对不对 把你的负债拿回来了 就是不再欠别人钱了 叫做偿还 或者是清偿负债 把你的承诺拿回来了 就是对别人的承诺已经兑现了 所以叫兑现承诺 虽然词叫做redeem 表示挽回形象和生育 或者是偿还负债 或者是表示兑现什么什么东西 都可以叫做redeem 好 这是这个词 来 紧接地往下 下面的这个单词叫做redemption 什么叫做redemption redemption 此时我们说表示什么呢 叫做救赎 救赎的名词叫做redemption 就是销声课的救赎 为救赎就叫做redemption 好 这是这个词 来 再紧接地往下 下面的这个词叫做sample sample我们说表示什么呢 表示样品 表示样品 来 那么这个单词也比较简单 就是拿出来给别人看的东西 AM本人拿嘛 E等于EX表示出来 所以拿出来给别人看东西 叫做样品 样本叫做sample sample 来 好 它的两个派生词 第一个叫做sampler sampler ER可以做名词后缀表示人 也可以做名词后缀表示物 所以它表示物的时候 那就是样本的收集的东西 收集样本的东西叫做采样器 样本的一个收集器 都可以叫做sampler 当然它也可以做表示人的时候 那就是采样源 收集样本的人也可以叫做sampler 来下面的这个词叫做sampling sampling那就是抽样取样的名词形式 抽样取样采样的名词 就叫做sampling 来 再紧接着往下 好 下面的这个单词叫做subsume 什么subsume subsume 我们说sub表示下面 sume表示拿 把你拿到一个更大的分类的下面 就是把你归入里面 纳入里面去 所以subsume这个词表示 把什么什么东西归入到 纳入到一个更大的组织 或者是范畴里面去了 就叫做subsume 来 再紧接着看下面的这个词叫做 sumptu 你看这个单词叫做什么呢 sumptu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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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奢华的奢侈的华贵的 为什么呢 此时的subt本身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buy表示买 所以 sous 雄词后缀 表示大和多 买的东西很多的 很贵的 就叫做华贵的豪华的奢侈的 都可以叫做subtuers subtuers 豪华的奢华的 滑贵的都行 来 我们最后的这个词叫做vintage 什么叫做vintage 我们说前面这个vin就等于wine 叫葡萄酒 age 这一次时可以表示年份年代 所以特定年份的葡萄酒 对 还可以表示什么呢 优质上乘的 加酿的 也可以表示古色古香的 老式的都可以叫做vintage 好 这个词把它牢牢记住啊 好的 各位小伙伴 那么我们在本节课里面给他重点讲到的就是有这个em sem sum 包括sumpt 这些他们都表示拿或者是买或者是得到取得这些意思 好的 下去抓紧时间 把它们都背下来这些重要的词根 好吧 我们下一次课再见